自有人類文明存在 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 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剛才說到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例如一個女人 她帶著一個小孩 回家也好 認識一個男朋友也好 當然那個男人是要先接受她的小孩 如果不是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把小孩丟給父母 通常是丟給外公外婆 自己拋棄小孩 跟著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方法是帶著小孩跟著另一個男人 其實到了這個位置頗尷尬 好像你剛才說的案件一樣 她媽媽要上班 交托了小瑩瑩 就給一個沒有工作的男人看著 正常 你很難不丟給她看的 是嗎 是嗎 那也是 你沒有理由自己的男朋友 還要同居在一起 那你沒有理由讓她信得過去 又會想會不會搞自己的女兒 如果你想著這個人會搞自己的女兒 就會不會跟她在一起 是嗎 正常的想法 因為那個男人沒有做過什麼 可能在九個月以來都 同居是很短的日子 認識了九個月 但同居好像一個月也差不多 都不夠 正常的女人又不會想的 是嗎 因為那一刻相信男人 很難的 譬如我這樣 譬如你 譬如你女兒 我現在上班了 你幫我看著女兒 我說好 好 沒所謂 你放工夫來 我煮飯給你們吃 那你不會突然跟我說 還是不要了 等等 我把她帶給她媽媽安全一點 那我心裡想 你怎麼不相信我 你當我什麼什麼 那件事很尷尬 你明白嗎 要不就不提出來 直接給媽媽看 如果提出來 就不會說轉頭也是不好 因為你會怕男人會這樣想 你不相信自己 但是你很難帶著小孩子 然後你到街上買衛生巾 都怕短短十分鐘的男人 會搞你的女兒 你又不會跟她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 是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我怎樣提出你的觀點 我想說一件事 很多時候都看錯人 那不要說男朋友 或者繼父 真的 親生父親都會性侵自己的女兒 也有很多 你都沒有想過自己的爸爸 是不是性侵自己 我又不是說一捉高打一船人 所有人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是需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去觀察一個人才會知道 是 才會知道 但是又這樣說 JAM哥 一開始其實是很甜蜜的 做什麼都會答應你的 托塔也可以 何況幫你看女兒 最初每個人都一定是接受的 問題是 我看到 你不要說到這麼極端 殺了一個小朋友 我看到身邊的朋友 都很嚴重的 不如她認識了一個女人 認識了一個女人 然後那個女人 帶著一個小孩子 她自己也有一個小孩子 兩邊都有小孩子 小孩子在一起 然後突然間 有一次她的朋友 跟她說 她就打給我 你做什麼 最近她沒有人在煮早餐 煮食 你不是認識了一個後弟 有一個女人嗎 她就幫你搞 你怎樣 有錢人想做這些 不是 她經常走了 她連自己的兒子 還在一起走 我認識一個女人 連自己的兒子 還在一起走 她叫她不回來 她說去哪兒去哪兒去哪兒 她說早上要上學 我也要接她兒子上學 也要給他早餐吃 我心想 很嚴重 你打算這麼簡單 認識一個女人 大家組織的家庭照顧她 怎知道她走過去 不是一個 認識幾個人都是這樣 你的朋友的接受程度也挺高 高 她問我 後來她受不了 她受不了 她問我怎樣做 我說怎樣做 很容易 我說你沒可能扔她出去 我說不行 很簡單 你立刻打給她 那個小孩家裡 在另一個城市 你立刻打給她 如果你不回來 立刻跟你兒子 立刻開車 去送你兒子 給你家 那女人怎樣 那個女人立刻回來 我跟她說 立刻開車 很簡單 她離開很遠 我買一張機票 你不要叫小孩自己去 你和她一起去 買一張機票 將她交給她的家人 即是她的兒子 這樣 這樣很普通 交給她的家人 對 我想那個女人 為何可以這麼放心離開 會不會因為她是兒子 我也是這樣想 其實我跟她說 做這個動作的動機 並不是真的想叫小孩 交給家人 我想她逼女人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逼她的家庭 然後我跟她說 你把小孩交給家人 然後換鎖 你跟她說 你不可以換鎖 你不要想回來 我跟她說完 其實這樣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 那最生氣的那個人不可以嗎 她就是不肯這樣 這個男人不肯這樣做 她連帶小孩回去 那個外家也不肯這樣 這麼古怪 然後她再打來 我就跟她說 你不可以換鎖 你不可以換鎖 你不要亂說 你去煮早餐 接受吧 就不要睡 你煮吧 煎雙蛋 我就是這樣說 後來這件事也解決不了 還是被女人欺負 即是被女人吃住 吃住 那女人就是到處走 經常都走 我不是一個 我認識幾個 我認識幾個 她知道男人吃得住 你都催她不穿蚊 她不長 那也是 那個女人不是很棒的 是太太 真的說真的 有時阿詹說 漂亮的女人是沒有用的 女人是要聰明的 只有一個學的女人 我發覺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也不是師奶也這麼厲害 那這些各花入各眼 我相信你的朋友 接受程度大 我們看看跟誰再說 開始警察立刻抓了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是一五一十 其實都承認的 警方便再問她 喂 你在哪裡 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突然殺了那個小女 她說原來她把小女 不知道去廁所浸死了 就是浸死了小女 然後帶了其中一個地方 叫福建公務的武寵 其中那些墳場 墳場 她就走去把小女就燒了 然後警方當然去她家單位找些證物 在她家就逗留了很多東西 連她裡面的水桶 床褥 日常用品 公寓裡面樓梯底的垃圾 所有東西一五一十 全部都找到警署那裡 除了這樣 警方也派了一些法醫 還有一些鑑證科人員 跟她去福建公務那裡 找一找究竟能否找到這個小女的屍體 還有燒過的東西也有些洞痕跡 那些叫她過去 那時候很多傳言 她的小女死了之後 就被人分屍 然後再燒 然後到處去扔 其實是不是呢 原來警方差不多晚上七點的時候 其實兩三天之後 警方已經發現她殺了小女 已經帶她去公務找 發現公務裡面 有些墳墓 確實 不是 她老巫 是 夜 有些人 也不理解 如果有些人 不理解 不是